哈哈哈哈 来了 好家伙 今天这里可有好气看了 欢迎来到我们的水上动力检测站 动力到底行不行 往这闸口走一走就知道了 但这位船长他不走寻常路啊 船长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清烟都撞出来了 关键是这放轮胎的 居然还没放对地方 这怕是要扣工资了 在刚才的猛烈撞击下 船头又不受控制的去到了右边 小哥赶忙上去准备电轮胎 我说老哥啊 你这工作恐怕不保了 请你来打架手的 可不是让你来当摆是呢 在经受了刚才两次猛烈撞击之后 这条货船并没有打算停止前进 而是打算继续向前 船长的技术已经是看过 不怎么样 那接下来就看看船的动力到底怎么样吧 此船前进的非常慢 马上来到扎口最艰难的地方 他的速度虽慢 但却一直在前进 你还别说 他的动力还行 不愧是进扎就撞他的存在 本以为他没法通过死打 但最后居然是出乎意料的上去了 随后来了一条满载的椰子船 他感觉是要重蹈覆辙 他也是奔着闸门而去 然后没有意外的撞了上去 我说船撞了不要紧 等会儿椰子掉水来了 那可是别人抢着简 不过要说这动力猛的啊 还得试着小船啊 简直势破竹 一往直前的就冲了上去 之前那个椰子船撞了之后 果断退了下去 而后又上来一条椰子船 同样是一条木船 可能是为了不撞船 它的速度就要慢很多 但是以这样的速度进展 真的能树立上去吗 这时候我不急有个疑问 这椰子为啥不掉水链 后面的椰子都没有东西打 这么神奇的吗 走到这里 它也不行了 几乎是悬停在了这里 这船但凡是停下来 纳上去就无奥了 几乎没有套力 最后它也只能乖乖的 被大水冲下去 然而之后居然还上来了一个 这也是一条木船 但这拉的东西是真的体积庞大 看起来有点像稻谷什么的 真的是踢它那把汗啊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中午 我说你真不应该此时来过渣 整个船都没能完全进展 它就不行了 我说还是赶快退下水 你这船看着都替你心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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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